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暑假上高二 即便功课紧张 他依然保持这两天看完一本书的节奏 去年还出版了第一本书 一个中学生眼中的二战时 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不过这回是考古学家的孩子 老爸郑建明 原是浙江省文武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上林胡慈尧指考古领队 最近转身成了复旦大学文博学系教授 考古学家是怎么带出这么先锋的儿子 一个月只回家一次督劳儿子 写文卑诗 郑建明和郑成一父子俩走的人群里 属于一眼就能看到的那种 爸一米八十五 儿子一米九十五 还有继续长高的趋势 老爸是古诗词高手 几乎每次考古报告PPT里 每一章节的小标题 他都会选一首古诗 而不是专业术语 儿子郑成一从幼儿园就开始背古诗词 小学毕业能背五六百首 现在已经写了十几首诗歌 班里有同学编曲 必定找他来填词 他还经常活跃于学校文学社 郑成一的书法我太忙 几乎都不在家 郑建明说 从出生到现在 他基本上一个月只回来一次 你会抱怨吗 我会抱怨他怎么又回来了 儿子笑 爸爸一回家 又得督劳他写文背诗 老爸让郑成一练了八年书法 写历书 林 张千悲 希望他静下心来 但效果不 家 儿子笑 郑成一说 老爸会推荐他看一些书 比如剑桥中国史 还有黄仁渝 和剑兄的书 不一定都能看懂 但我都看完了 以前看历史就是看故事 现在觉得不是 历史没有表面这么简单 还应该有更多的研究 老爸有教你考古方面的知识吗 我问郑成一 他不喜欢 老爸插了一句 他说 你做的是小历史 我要做大历史 实际上他没看懂我 但是 那天我还是很高兴的 他这样说 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格局的 老爸此时露出了一点点小傲娇 回趟金华老家也要深度探访中考之后 郑成一放弃了旅游 拒绝了所有课外辅导办 为了写二战时 他经常和同学聊二战 各种风云人物 聊着聊着 最后变成他一个人在家 听众也越来越多 同学说 你还不如写本书 学年 他在爸爸的上林湖考古工地待了一个暑假 写完了一个中学生眼中的二战时 十三万字 采访这天 父子俩打算回金华老家 回个家 爸爸也不放过他 打算顺道去趟江南第一家 郑氏家族 我们家就是浦江迁到金华去的 再去上山遗址 也是郑建明工作后的第一个工地 我还准备带他去看八永楼 李清照在那待过 写过 提八永楼 回来的时候 可以再去西施故里 是东这一块深度走一走 我给他引路 哪里会有什么故事 特别是考古上的 让他自己去找 去想 在地理上能串起来 依附着东大文化史 慢慢勾勒出来 儿子拍的突破坛 谢灵运山君傅描写的应该就是那一带的景色 寻找史宁术 也是爸爸提出来的 谢灵运所著的史宁术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崇拜谢灵运的李白在梦游天母银流别中剧透过 胡跃照我影 送我至善西 谢公宿处金上在 陆水大让青园齐 如李白所言 这个地方还 在马 文献对此记载很少 后世研究者也不多 史宁县在浙江的圣州和善于之间 都是山 平原很少 公元127年设限 公元581年撤限 但郑建明说 这样躲山的自然环境 范围又很小 其实不具备设限的条件 但有意思的是 这个区域却是瑶纸群最集中的地方 郑建明是赏于晋山早期月瑶纸的考古领队 赏于是成熟瓷器早期瓷器以青瓷为主的起源的 时间是东汉中期天早 公元100年左右 晋山瑶纸的考古发掘 发现了三条龙瑶 分别是东汉 三国和西晋时期的瑶炉 这趟和儿子去找史宁说 他隐约觉得这个地方和瑶约有关 在我看来 史宁县的设置 跟上于这批瑶纸的兴衰将万事中 127年 相当于瑶夜开始走上坡路 东午前后兴盛 东径开始慢慢走下坡路 581年 进入南朝晚期 瑶夜最低谷 这个县也撤销了 我推测 这个地方的社 县 可能是为了管理了解 很少有人研究史宁县 所以 他写别的东西我帮不上忙 但这个 我几十年的积累 还可以借典力 郑建明说 记着玛黎别人家的父子系列 太厉害了 点个赞 向优秀的人看齐大家都爱看来源 涉江新闻客户端则编 侯尾见习编辑 郑赵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